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现在这个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标股新年帝 我是哲言靖 从上礼拜五指数的一个下沙拉回 然后再到今天早盘的开高震荡左低下来 中场收盘指数下跌7点坐收 虽然今天的一个让只是小跌而已 不过我想很多的一个投资朋友 可能在这个地方会感到很担心很害怕 担心说我现在如果进场的话 万一他要是缓转的一个下沙拉回 那么到时候该怎么办 那这个就好像在过去的一个时候 5月4号10500点那个时候 当时候看到的一个指数的一个下沙 同样很多人还是一样很担心很害怕 当时候我就告诉大家好 台股将渴望展开 报复性的一个反弹大行情 我带着我们的一个这样全国的一个会员 全力的一个做多上来 结果你可以看到这一波的一个大半的一个指数 大涨来到11261点 只要你等的做把握的话 那么这一波的一个让大涨将近700多点 将近800点 我相信今天市场上最大的赢家 就是你 你也可以跟着我们的一个这样 会员朋友一样 那么虽然这一波的一个指数 来到11261点 在静观的一个全切之下 短线上在这个地方 出现的一个这样高档的一个震荡 那么其实这个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个其实都是算是蛮正常的一个现象 为什么蛮正常 因为你可以看到 在本周啊 因为在国际间还有很多的一个这样 很多的一个 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多空的一个讯息 包括的一个 美国的一个联准会的一个升息的预期 包括的一个G7 在川普啊 也拒签的一个G7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联红的一个公报 包括的一个川军会 以及在中美的一个贸易 可能在6月15号的一个时候 开要怎么样要做定夺 那这些种种的一个讯息 一定都会干扰的一个市场上 牵动的市场上敏感的一个神经 但是虽然如此啦 不过如果我们从整个的一个类股 以及个股的一个涨跌的一个内涵来看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在今天呢 上市贵公司的一个涨停满的一个加速 哇还是非常多 达到多少 达到65加 大涨超过半跟涨停满的一个加速 也达到多少 117加 那可以看到各位可以看到 包括的一个被动元件还是一支独秀 那这样的一个这样 这样的一个投机力 持续的一个扩升到什么 MOSFIT 扩架到一些的一个这样 低价的一个转机股的一个升上 所以你可以看到被动元件仍然是一马当先 有被动元件的一个龙头 国际所掀起的缺货涨价的一个体材 仍然是持续在延伤当中 他的一个投机力啊 还仍然持续的一个扩张之中 包括你可以看到今天被动元件的一个奇力心 持续量增涨停满 信仓店达芳 资宝大益 那甚至包含华龙光洁 以及MOSFIT的一个加金 那你可以看到 加金也是啊 在上礼拜五的时候 我们在工商时报 我们还是持续把它怎么样 把它锁定 持续跟大家做推荐 那包括大中富顶捷利 以及光学股的一个家铃 一代家人 你看今天在杜丹登场明白 还有华兴科 包括IC设计的一个这样 细创好的 游戏类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大宇支 以及低价转机股的一个雷虎 雷老虎也来了 那包括利基 庭新 以及泰新 那你可以看到 今天这些的一个股票 还是持续的一个亮灯的一个涨停 在创新高 那同样的一个类股 的一个架构来看的话 显然多方的一个人气 还很旺盛 多方人气 并没有怎么样 并没有溃败的一个迹象 那么既然多方人气没有溃败 那么也代表的是说 后面的一个怎样精彩好戏 还在后头 所以MailP短线指数来到这个地方 老师也认为 来到这个地方 也会做震荡 那这个当然是都可以理解的 但是在震荡的一个过程当中 但是他的一个这样 多方的一个架构 也都没有改变 因为你可以看到 多方人气仍然是非常旺盛 包括目前时日线夜线 季线这个都是呈现的一个这样 多头的一个排列 所以虽然上涨的一个指数 开始会有震荡 开始会有压 但是在多头人气不对之下 那重点还是在个股 那尤其个股你要怎么抓 我想限制一段 才是最重要的一个课题 不过毕竟指数 并不是在之前的10500点 或1万点的相对低档 现在已经来到11200点的一个附近 那来到这个地方 当然在策略上 在选股上 并不是所有的一个 阿猫阿狗的一个股票 你随便闭着眼睛你去买 你都能够赚钱的 比如说 就以我们的一个 待会员员有所操作股票来说 像瑞奇天5月24号 老师送给大家的 Line Ender 的一个来电好礼 当时候有打电话进来的 这些的一个粉丝好友们 我相信你也都可以帮老师做见证 为什么当时候有老师送给你 第一个 他是新上市贵的一个公司 那你可以看到筹码相对比较稳定 第二个就是上市贵之后 股价没有涨 股价反而先修正下来 第三个 他有护爸爸的一个鸿海的一个加持 那么很多人认为说 今天的一个鸿海 今天的一个工业互联 要在A股上市 最大收费者会是谁 很多人可能会去挑什么 挑鸿海 但是你可以看到 我们班会员朋友 我们所选的是什么 是这一档的一个瑞集店 我们送给大家的一个好礼 是这一档的一个瑞集店 那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当时候老师会送给大家 你可以看到三重底完成 三重底完成 我就跟大家说 我就跟我会员们说 在这个地方可以来做买进的动作 买进之后 果不其然 你可以看到 一度的一倍冲天的一个标涨上来 甚至老师 在140几150的时候 老师也是直接公开跟大家做分享 那你可以看到 这样礼拜五的时候 标涨来到176的时候 可不可以追 当然是不能够追啊 这就是我们跟其他人 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很多的一个投资朋友 往往都是便宜行事 都是会看着股价的涨跌 在做操作 很多人看到股票涨的时候 往往就怎么样 就很冲动会跳进去 所以在上礼拜五的一个时候 为什么 我们要建议我们会员朋友 把获利给他 开心晃进口袋里 我相信这上礼拜五早盘 9.06分的时候 9.06分是不是几乎在最高点上 我相信我所有的一个会员朋友 都可以帮老师做结证 老师在那样的上 老师也直接公开跟他说 我说在这个地方我们不追了 这个地方我们已经要把我们的获利 帮会员朋友把获利给他开心晃进口袋里 结果你可以看到 如果说你看到上礼拜五的一个大涨 你再去追追高的花 那么结果会怎么样 结果就是反而是杀下来啊 但是你可以看到 我们是在5月24号 带会员朋友锁定 然后老师直接送给大家 从136.5一波大涨上来来到176 我们把获利给他开心晃进口袋里 这样一张的一个价差 他足处达到多少39块半 但是如果等到礼拜五 你看到哇涨势确立了 你再去做最高的话 结果从176杀下来到今天盘中低点151.5 这样杀下来一跌就跌到多少 24.5块 这样一来一回差多少 是不是差很大 差的将近60几块 60几块多少 一张就6万块多块了 10点就60几万了 这都是钱 我们真的不要跟怎么样跟钱开玩笑 包括你可以看到四星KY也是一样 那比小星 那比小星说真的 今天的一个这样 今天跌的真的很凶 是有点出乎意料之外 今天跌 我们并不意外 为什么 因为他5月份的一个营收 并没有怎么样 大举的跳升下来 5月份的营收比上个月 还要微乎的减少 比去年同期还要怎么样 还要微乎减少 然后 又因为收到的一个让 比特币 的一个让 重衰的一个让 的一个影响 所以指的今天的一个让 今天的一个四星KY 那比小金今天也杀下来 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就是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 老师看到打开电视 或媒体 哇看到一堆人 又在追逐我们的一个股票 又要吹捧我们的一个股票 那这个时候老师就知道 四星KY 哇今天可能 并不是股价可能表现 不会很影响 哪知道今天跌的还真的 还真的是非常的一个凶 但是今天下跌下来 就算我们今天把它卖掉 就算卖到最低点 我告诉你我还是赚钱的 因为我们买在什么地方 135啊 我们最高也几乎买在140而已 那你可以看到今天跌到多少 收在151 但是今天跌我有没有卖 我也告诉你 我没有卖 老师就是这么实战 我不会告诉你说 哇今天跌下来 我们又卖在最高点 我没有把股票卖光光啊 我不跟大家玩这一套 这就是我们跟其他专家 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或许很多的一个专家 每每都会看到今天哪一档 股票涨停板 然后直接跟你怎么样 拿出来告诉你 跟你在那边炫耀 跟你在那边吹嘘啊 只会怎么看涨说涨看跌说跌啊 让你可以看得到但是吃不到 事后晃炮 那我相信这些对大家绝对没有帮助啊 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就是这么的一个实在 有一分证据就说一分话 我什么地方带会员朋友买 我什么时候该出的 我一定都一五一十 我跟大家做分享 这就是我们实在的一个地方 我相信证据理由会说话 那虽然今天是压下来 我告诉你我还没有卖 我随便卖我都是赚钱 那为什么我还没有卖 那么今天的一个下杀 它会不会又是一个磋商 因为很多人把它牵领到说 因为今天是一个比特币的一个人 众帅的一个关系 那么事实上在从过去 最短的一个时间里来 四星KY蜡比小星 它跟比特币可说是八竿子 打不了一条船 根本完全没有太大的一个关系 它最主要的是在AI 最主要是在高速运算的一个这样应用 并且特别是它未来 包括它的一个NRE的一个 委托代工比重的一个攀升 那么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毛利率 还会在向上往前冲 那预估整体的毛利还有机会怎么样 可以达到达到36% 今年的一个获利有机会怎么样 挑战6块到7块钱的一个损算 所以对于这样一档的一个 具有未来性 具有成长性的一个公司 上礼拜亮灯上平板 今天压下来 压下来是不是一个错杀 需不需要骑着 在这个地方把它做获利了结的一个动作 那么到时候你是我的会员 或者是你是我们NRE的一个群组好友们 老师也会怎么样 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 包括台胜科也是一样 你看嘛 你今天如果追到181 当然你今天的心情会很紧张 但是如果你是跟着我们的脚步 你是买在117 先赚一趟价差 从117 126 先赚一趟价差到172 然后拉回来150 以下再度把它出手 再度买回来 然后再上去的时候股价来到181 就算今天拉回起盘 那你可以看到今天最低150 刚考了要150就怎么样 直率上去了 如果你的位置点 每一次可以像我们一样 买到这么的一个漂亮 就算今天他出现的一个震荡 我相信你就不会担心 那为什么今天会震荡 那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我相信我之前我也都跟大家说过了 那么因为第二季啊 他的一个这样 因为他最近的一个股价 那最主要的就是半导体的一个细菌源啊 从股价来看啊 那高档的一个回档的一个整理 他最主要是要反映 他的一个这样 5月份的一个营收 还没有怎么样 还没有大爆发 那没有大爆发不代表他后面不会爆发 他没有大爆发 是因为他的一个第二季的一个整体的一个 8吋跟12吋的一个细菌源 他的一个报价持平 但是未来这第三季 随着一个中国的一个大陆的军援场的一个开出 随着市场的一个需求 那将在先行一波的一个涨价的一个题材 所以到时候他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营运 将再度的一个这样 再度的一个往前冲冲冲 那所以为什么这一波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台胜科 那么今天开高的一个下沙下来 为什么我们反而就怎么样 反而就不担心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跟其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专家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操作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很多的一个专家 每每都只是会怎么样 便宜行事 比如说像滴润啊 滴润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商城啊 好多人都是看着股价再去做做操作 看到的一个商城 哇上礼拜大涨上来亮灯涨014块1毛 05毛 充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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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 上来能不能够去追啊 这个是我们所要了解我们所要探讨的一个问题嘛 你想想看哦 中国现在在针对的一个这样 三大的一个群球三大的第一论场啊 在开始展开的一个反垄断的一个主义的一个调查 所以上礼拜五上礼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大涨上来 他是在做什么样的一个目的 这些是你要了解的事情嘛 不了解然后看到股价涨就跳进去的话 结果怎么样噗通噗通跌下来你看这样一跌哇 跌幅两天就达到多少快两成呢 情何以堪那 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操作 我们都是啊把一档的一个股票 他不论他的产业面他的基本面 我们都是直直细细把它做好研究之后 然后在这个位置点上 我们再去评估他的一个筹码面跟技术面 在这个位置点上 适不适合来做一个出手的一个动作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从过去的一个国际被动沿线啊 当时市场上没有人告诉你的时候 我敢说只有我们 一切都敢讲在前面 领先市场告诉你 扎扎实实带的会员朋友一波大转上来 那5月23号 来到10555块 我也告诉大家我全数 天力怎么样 天力出场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他还是欲罢不能 还是一路飘到多少 1255 包括的一个这样 包括的一个家经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这一波的一个家经表现这么强 你可以看到 上一波我们从三字头 一路开开心心大转上来 到九字头你可以看到38块3 如果你懂得做把握到七字头 你的财户是不是很短的时间之内 就能够翻一倍啊 那么来到七字头之后高档呈现震荡 虽然6月5号再度压回测实日线 那压回测实日线 这是一个机会 还是怎么样 还是一个卖点 很多人看到高档的一个拉回的时候 哇又开始在那边紧张 但是为什么 老师认为这又是一个将是一个难的好机会 所以在上礼拜五的时候74块 我们在工商时报 老师持续的一个跟大家推荐 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 那尤其现在他的一个坚值比还高达三成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的一个家经 今天很多的一个MOSFIT的一个概定股 今天几乎怎么样 全数2点涨停板 包括的一个怎么样 40小开也是一样啊 你可以看到40小开啊 9天5根的一个涨停板 高档开心获利出一半之后 现在的一个拉回 后面还有没有一波的一个飙涨的一个机会 如果你想把握 你想知道详情的话 那么标股新兵力的一个9天的 你更要怎么样 你更要加入 为什么你更要加入 你想想看啊 今天全市场表现最强的是谁 一代家人啊 老师告诉你的一代家人啊 今天很多的一个全市场的一个同业 也通通都认同我们的一个股票了 也空空来追捧我们的一个股票了 那你可以看到最大的一个股票 为什么我会买金 为什么在6月5号的时候 49块半我相信我新普罗熊波罗 我获利了结之后我资金马上转进什么 一代家人 为什么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加铃他怎么样 他在车用镜头这块的市场 跟云长达80的时间 金铃进入第80了 那你要知道车用的一个市场 他的一个这样 他要获得认证是非常长期的 一旦获得认证的话 由于他的门槛非常高 相对他的一个毛利率啊 也他的一个获利率啊 未来也能够带 带动他的一个云运的一个大八花 那你可以看到群球的一个 10家的一个车用的一个市场 他难挂了一个这样 难挂了一个7家 所以带动他的一个 带动他的一个5月份的一个 营收的一个飙升 那么董事长他还表示说 他说车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进口的一个订单 那么看的非常的远 目前已经接到了一个这样 明年甚至后年了 所以随着营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成长 没有问题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从6月5号的时候 马上带着不啰嗦 马上带着我们的一个家族成员 来做一个锁定的动作 老师在那样的上 老师也是怎样 也是直接跟你做分享 好锁定之后 哇漂亮 一代家人 上礼拜 我马上亮灯涨停板 我常说领先才是怎么样 最安稳的一个投资啊 今天再度亮灯涨停板 狂喝门喝 开盘就是涨停 连标两根的一个涨停板 是不是都是领先市场 帮你掌握在一个这样 最佳的一个起涨区的位置 所以如果说过去老师跟他所分享的 这些的一个股票 包含国具也好 包含家经也好 再到的一个四零小开 九天五根的一个涨停板 以及一代家人的一个家铃 今天的一个这样 再标涨停板 连标两根的一个涨停板 如果说这些的股票你错过了 或者是到现在为止 你都还没有能够赚到钱的投资朋友 那么希望老师接下来 我们要锁定的全新标股 你一定就要跟上脚步 比如说像一言九鼎老师也跟大家说过 被市场遗忘的一档被动延见出去 你可以看到现在很多的一个被动延见的 一个股票国际都已经一千多块了 华欣哥都已经飘到四百多块了 那么这一档的一个股票 我们已经带会员朋友先请卡位了 今天大涨上来 那这档股票才刚刚开始 现在才在七字头 上档空间还很大 这一档一言九鼎老师说过 老师就是一言九鼎 我们就是这么时代 这一档一言九鼎到底是哪一档 想知道的话 哪一人就赶快加入 包括的一个这样 这一档的一个股票 要带大家能够跑得更快 赚得更快 为什么12寸的细菌原厂要怎么样 12寸厂需要细菌原 上游的原料细菌原 基地台车用需要什么被动原件 5G网通他需要什么 就是需要这一档 那你可以看到这一档过去啊 他的工量都是90%都是由日本来提供 那么现在他已经规划 那仅次于日本的全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第二大 而且大股东4年前的一个持股成本在多少 在25到27.7 那么现在 他刚刚开始加温 离上档的一个空间还很大 这一切才刚刚开始啊 那这又是哪一档 就像在过去啊 好的一个CD双穹的AD双穹的一个来的一样啊 你可以看到老师啊 在不论是在5月13号7.94啊 或者是6月3号老师在公商时报啊 持续的推荐持续的一个分享啊 你可以看到一波的一个标涨上来 17天连标几根掌停板 10根的一个掌停板 同样的这一档的一个股票也是一样 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这又是哪一档 各位啊 想把握的话 来欢迎加入啊 标股新链定的那END END GOLD99 END GOLD小写99 那加入之后 欢迎各位来预约 下一档标股的机会 好东西 就是要跟好朋友一起分享 这么难得的一个大好机会 真的是不要再错过了 那如果说你不晓得怎么样来做加入的话 没关系你就拨打这个电话 23219933 23219933 可我们先让你赚能源来做一个洽询的动作 所以祝大家天天开心赚大钱 我们明天同期时间再会咯 拜拜 本公司以网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这个 词